每個頁面一定要選到內容部分 選到內容部分 然後在內容 有時候如果 選不到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程式嗎 因為他這個地方一定是什麼 他的配局一定是 ID一定是MAP ID 底下會有個Content Content就是內容部分 那這邊有內容兩個字 你把它Enter掉了 就是Enter的兩下 在這邊插入一個DIV 名稱曲叫做MAPDIV OK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我們可以放地圖的地方 第一步一定要做 而且這個比較容易出錯了 我建議各位一定要看 稍微看一下 這個程式碼部分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是插入一個對應的一個 樣式表檔 如果你樣式 沒有做正確的話 他變成他就是小小一塊 顯示不出來 所以 你要針對他去做樣式 最簡單的方法就直接插入一個樣式 然後 找到ID為 MAPDIVE的 這一個 這個元件 然後呢 再來就是 給他樣式 包含就這幾個 方框 這上個禮拜的部分 然後 邊框看你要不要加邊框 我是用紅色邊框 那最後的話 程式 碼 要複製 哪些 特別注意 我有把它框起來 也就是說因為有六個 那其實當然 這樣寫其實不是很理想 不過至少地圖一定是跑得出來沒問題的 OK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 我把原來的這一段程式碼 框起來地方就是 我修改的 包含就是 他的這個名稱 我們本來是MAPDIVE 加個1 加個1 這邊的加 換一個那個 我們的 經緯度部分 那 2的部分 就是把框框這一段 複製 貼到下面 改2 改2 改經緯度 這邊改2 3456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把它弄起來 他的地圖就會 分別載入有六個地圖 在我們的頁面 OK 那這裡如果我想各位試試看這個地方是靜態的顯示地圖 給他畫面才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有一些細節 假如說 有漏掉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畫面